大董 院长 还有这个陈朱卫 还有各位现场以及 线上的这个先进 以及贵宾大家好 我是副方金控风控长徐卫杰 那刚刚这一节我们的这个 重点在于讲这个金融法治 那我想永续报告说是金融 治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刚刚前面很多语谈者 也都有提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 金融业永续报告书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我们先看到 我们知道金融业的这个 不只是金融业 其实我们这个上市贵公司的 这个治理准则里面 其实有提到最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在2010年 这时候其实是透过这个 在一开始在2010年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只是要求要揭露 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因为那时候整个社会的氛围 其实是企业社会责任 还没有进阶到这个所谓的ESG 那时候只是要要求揭露 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 可是到2014年的时候 台湾社会其实发生了一件事 那这个就是当初的这个 所谓的地沟油 也就是收水油事件 所以金管会当初就要求这个上市贵公司 要揭露这个 要提报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那在一刚开始的时候 所需要揭露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的 是在某些特定的产业 包括这个食品化工 那还有餐饮收入占50%以上 那金融业也在这个 这个第一次要揭露这个名单之内 那到2020年的时候 刚刚前面的这个主讲者也有提到 这个金管会有在推动公司治理3.0 永续发展蓝图 那这个时候是第一次 把我们这个CSR报告书 改成永续报告书 那这时候的这个也要求 就是要转成这个 为了跟国际对接 所以必须要发布这个 英文版的这个永续报告书 那也要开始强调这个 第三方的这个验证范围 那这时候就是把环境社会治理三个面向 那到这个永续报告书里面来 我们在去年2023年之后 上市贵公司它所揭露的永续报告书 已经来到了 突破了1000本来到106本 那相对于前一个年度777本 增加了35%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左边的这个 在最右边的这个地方 在2025年所有这个资本的最小的这个族群 小于20亿以下这个族群 它就要开始揭露这个永续报告书 那另外要揭露永续报告书 就有参考的标准 那除了最刚开始 必须要跟这个GRI所对接以外 现在更是国际的标准里面要参考SUSB 那还有TCFD的这个揭露 那另外报告书的更名以及验证 也都在这整个上市贵公司ESG揭露的这个时程里面 那我们如果来看一下 刚刚前面各个讲者也都提到 我们现在要对抗的是什么问题 是气候变迁的问题 那谈到气候变迁就知道 我们对抗的很重要一件事 其实就是碳排放 那知道碳排放第一件事 我们就要盘查我们的碳有多少 才知道以后相关的这个减碳的目标是多少 所以谈到碳排放也有相关的这个减降的时程 那基本上这里就是依照不同的资本 不同的这个产业 包括这个水泥钢铁 那还有这个揭露这个碳盘查的范围是 母公司本身还是含下面的子公司等等 有不一样的时程 分成了这个几个时程 所以最晚在2027就要完成碳盘查 那盘查完以后还需要有另外一个单位来进行 这个确信或者是确认的这个工作 那基本上就是在碳盘查完之后的一到两年 就要完成这个相关的这个查证的这个时程 那我们如果来看金融业的话 其实金融业它有更严格的这个规定 那金融业基本上分成银行保险证券 那证券下面又分成了这个 又包括了这个期货业以及这个投信业 那不同的资本的不同的这个AUM的大小 那它就有不同的盘查时程 那以及后面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确信的这个时程 那如果我们把这一页跟刚刚前面那一页来进行比较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金融业的要求的时程是比一般产业 还要再更积极更快的 好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台湾相关的规定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相关的规定 那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永续报导 这个国际相关的规范呢 那个有人把它细称为这个永续字母汤 因为是很多这个英文字 而且原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相关规定 不过还是把它区分成上半部跟下半部 上半部是什么呢 上半部比较像是这个政府部门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那我这里主要都是来自于欧盟 因为欧盟在这一部分的这个进展是最快的 所以如果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在这个最右边这个EU taxonomy的部分 因为这个不只是全世界第一个对于这个永续分类标准的一部规定 那另外我们那个台湾在2022年底出的这一份 这个台湾的永续分类标准 基本上也是参考欧盟的这个标准来出具 那另外中间这个SFDR绿色的这一部分 这个是有关这个基金的标准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基金全世界买基金其实这个金额是非常的庞大 那什么样的基金可以被定义成它是属于永续基金 或者是它是属于绿色基金 那在这一份政府的规范里面它就有详细的规定 那我们看到下半部这个一般就是属于这个倡议组织或者是报导团体 那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 例如说刚刚所提到的这个GRI 它是这个最早一开始的这个国际报导准则的一个要求的这个规范 那另外这几年比较多大家听到的像TCFD或者是SUSB 它可能着重在这个SUSB它着重在不同产业 有个别它所需要的这个指标的这个揭露等等的这一些 SBT刚刚前面的讲者也都有提到 那在这些零零种种的国际报导规范里面 现在有一个很重大的趋势 前面的讲者可能也或多或少提到 就是大家看到最右边IFAS的这个S1跟S2的这个规定 那等一下我们特别有一页来跟大家报告 现在这个规定对我们未来的影响 因为它慢慢有一统江山的这一个一统天下的这个趋势 那before我们在看那一页投影片之前 我们来先看一下两个台湾的这个标杆企业 它的永续报告书长什么样子 那我想这个是台籍公司 那最近因为Computex以及这些国际大咖来到台湾 所以我想大家不会少看这家公司 那可能看的比较多是股价 可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去看一下它的永续报告书 那如果大家到网站上面去看一下永续报告书就可以看到 它后面其实对接了非常多的国际标准 那包括这里有所写到的这九个 包括GRI或者是联合国的全球盟业 CDP然后SUSB等等的这一些 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国际公司必须要跟不同的利害关系人对接 所以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标准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金融业的另外一家公司 这个副邦金控 那如果大家看到这个最左边 副邦金控其实是在2006年 我们就出具了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我们刚刚前面第一页 其实以主管机关2010年才会要求 揭露这个企业社会责任资讯 那在2014年才需要出具报告书 不过副邦金控其实早在8年前 就是主管机关要求的这个出具的时效之前 其实我们就自愿性的试编了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那再看到右边的这个TCFD报告书 其实我们是在2021年的时候出具了这个台湾第一本的这个金融业的TCFD报告书 那一开始出具的时候 其实国内也没有其他金融同业出具 那主管机关也还没有要求 可是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正向的力量 那应该要这个发挥 那所以刚刚董事长也有提到 所以我们在这个2021出具报告书以后 我们发现当年很多金融同业也都这个纷纷出具这个报告书 甚至主管机关在2023年6月中的时候要求这个银行业跟这个保险业都需要这个揭露相关的TCFD的相关资讯 那我想这个就是金融业怎么样发挥一个正向的力量 让大家一起来重视这件事情 好那回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前面讲的这个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慢慢在整合 那我想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会计制度其实在现在的经济社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这个详细记录了企业的活动以及它所代表的价值 那价值认定的差异的时候 它就会对企业的决策行为产生不一样的这个影响 那我回想我们35年前刚开始这个学会计的时候 那时候还用的是这个所谓的GAAP一般公认会计原则 那我们现在用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是IFAS就是国际财务报导准则 那最大的差异呢就是从以前所谓的这个rule base 变成现在所谓的这个principal base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图的这个 投影片的这个右边的这一部分 这个上面IFAS下面的IASB 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财务报导准则 例如说IFAS9那可能是公允价值 IFAS17就是现在大家所提到这个什么保险业 大魔王这个未来这个会影响保险 会计的一个重要的准则 好那这一部分都还是在讲什么 还是在讲过财 这个企业过去的这个行为 它对企业财务造成的影响 可是企业必须要永续经营 要持续经营 持续经营就会遇到就是未来的问题 例如说未来的环境问题 未来的社会问题 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对企业未来的这个财务影响 或者是现金流量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IFAS它就在COP26的时候 就是2021年的时候 它宣布成立的ISSB 就是大家看到 这个相对比较浅蓝色这一部分 它就用这一部分的公报 成立了这个报导委员会 它来解决 就是对企业在未来营运的时候 所谓遇到未来营运的这个问题 你所需要遵循的这个揭露标准 那在这边 这是所谓的S1跟S2 它在去年就已经公布了S1 S1是一般的规定 那S2呢 它就是从S2开始 它就会针对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永续的议题 然后来出具它相关的公报 例如说现在的S2已经决定 就是这个有关气候风险 这个相关事宜 那以后S3、S4等等 以后就会一直出具不同的这个跟永续相关的议题 例如说现在选定的可能是包括生物多样性 包括这个人力资本 包括这个人权等等的议题 那它揭露的架构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最右边 它引用TCFD的这个治理策略风险管理跟指标目标 也就是例如说以后 它出具了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S3的这个公报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样去描述 因为你的描述必须要一致 大家阅读人这个以投资人为主的这个阅读人 他在阅读这个报表的时候 他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你就要必须要揭露 好那你生物多样性的治理是怎么治理 生物多样性的策略 生物多样性的风险管理或指标目标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未来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未来很重要的架构呢 刚刚我们记得前面看到这个零零种种的很多相关的这个国际永续报导这个规范 已经慢慢被它整合 例如说我们现在去看SASB的网站 你会看到下面有一小小行字 它讲的就是现在 Now part of IFAS Foundation 那所以它已经整合到这个里面 那甚至我们知道TCFD的这个架构的这个单位 FASB 它也宣布在2024年开始 它要把TCFD的这个监管责任就交给SSB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改变 好那我们还有三分钟 我就把时间快一点 那我们看到台湾现行金融业的这个永续揭露 的这个相关揭露 我们看到财务报表 它是根据这个证交法 它主要阅读的报导人是这个投资人 那以富邦金控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金融机构 我们必须要在什么时候 在年底 就是前一个年度 会计年度结束后 在75天 就是在3月中的时候 揭露财务报表 可是未来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股东会年报 是在股东会开会之前的7到14天 那刚刚 陈主委也有提到 以后会把这个IFAS这一部分 纳到我们股东会年报 会有专章的方式来说明 那刚刚前面所看到的 因为IFAS的这个ISSB 它是为了辅助IASB的部分 所以以后在出具这一部分报告的时候 它其实时间要一样 也就是我们原来股东会年报 是要在股东会召开之前的7到14天 现在必须要把这个时间往前拉到 我们在出具财务报告 不然投资人在读财务报告的时候 他会发现另外一部分 来永续报导这一部分 怎么还没有出具 所以这个时效性跟组织边界 其实都必须要拉的跟 这个财务报告的这个时间一样 那组织边界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现在财务报告所 这个包含的这个金控 还有我们下面的这子公司 合并报表这哪些公司包含的话 未来在揭露这个S1 S2的时候 就必须要包含这么多的这个公司 好那来到最后一页就是这个 挑战跟因应 我想有一些项目刚刚在前面 已经有跟大家报告过 那有关这个揭露时点跟位置 这个时间点必须要 以后再揭露S1 S2的时间点 就必须要跟财报是一模一样 报导边际也是要一样 那所谓的重大性的鉴别 那以前我们在这个有序报告书的 重大性鉴别可能是 这个单向的这个重大性鉴别 未来是这个双向的重大性鉴别 那还有碳盘查资料的完整性 那因为它不只是碳排放 还有碳盘查等等的这些 那我想等一下在语谈的这个过程中 如果不详尽的说明 还是可以跟大家来这个进行补充 那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徐伟杰副总经理